武神主宰第5704章 神帝之战 这家伙在做什么 所有人都没有料到 秦晨在这关键时刻 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他在和谁说话 秦晨话音落下 一道洪亮的大笑之声 突然在这天地间回荡起来 这大笑之声 初时还是极其的细微 可转瞬之间 便隆隆响彻起来 如同滚雷一般在整个天地间 响彻回荡起来 震碎了万界大道 是那通往阳间的通道传来的 所有人都惊恐抬头 死死看向那阳间通道 此刻 初时宇宙 天界 原本平静的虚空潮溪海 陡然沸腾了起来 轰 无尽巨浪 冲天起 震惊了整个初时宇宙中的 所有人 宛若末日一般 一道身影 从那虚空潮溪海中 瞬间耸立了起来 如同神知 他的身形 如同一道幻影一般 骤然穿透无尽虚空 穿透明宇宙和暗宇宙 从混沌星河 和幽冥星河两大通道 一瞬间 进入到了冥界通道之中 冥界 核心之地 轰 一道可怕的气息 从秦晨他们撑开的通道之中 瞬间传递而来 如同黎明前的第一缕光 如同烈日跳跃起的一瞬间 一股赤盛道 让所有人都要失明 可怕神光 在这天地间亮澈起来 就犹如无尽黑夜中 突然亮起了一轮烈日 灼热的光芒 一瞬间刺破了 要灵狱主所演化的 可怕漆黑天地 在黑夜中 烫出了一个个的窝口 是谁 要灵狱主神色惊怒 豁然抬头 爆合出声 看向那无尽通道尽头 哗 一道古朴深邃的气息 从通道中传递而来 紧接着 一柄颠鹅古朴战刀 浩浩荡荡飞了进来 同时一道足以震碎万界宇宙的 红亮声音响起 深渊一族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直接入侵冥界 难道不怕 直接开启下一轮的深渊纪元吗 哄 神光万丈 一道身影缓缓浮现在了情尘头顶 在这身影身上 有着一根根深邃的锁链 锁链浩瀚 绽放着无尽可怕的纹路 将这身影缠住 可依旧霸道无匹 盖世无双 在这道身影出现的一瞬间 他手中的战刀 已然劈斩而出 瞬间斩在药灵狱主 探出的大手之上 巨大的轰鸣声响彻天地 如同末日来临 所有人都感受到一股窒息的气息冲击开来 下一刻 在众人都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药灵狱主探出的深渊巨首 竟是被撕裂了开来 如同阳光撕裂了黑夜 令得整个核心之地重获光明 哄 死灵长河激荡 滚滚的力量冲击而来 守护住这一方天地 如果这里不是死灵长河的内部 是冥界最强大母河的内部 光是彼此之间产生的冲击 就足以将整个世界彻底毁灭 可怕的冲击中 药灵狱主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发出尖锐嘶吼 人族神帝 你是哪一尊人族神帝 他瞳孔收缩 看向那突然出现的身影 只见对方身上涌动着无尽可怕的神光 那神光赤圣浩瀚 绝对是最顶级的神帝之力 可他却竟从来未曾见过 年轻的气息 你是 在这一纪元新诞生的神帝 突然 感受到了对方身上的气息 药灵狱主怒喝出声 一个新进神帝 竟敢管我深渊一族的事情 好大的胆子 哈哈 那身影哈哈大笑着 你深渊一族 很了不起吗 哼 这身影一步跨出 巍峨天地 一道可怕的图腾之力 在他身上萦绕席卷 镇压这方世界 直接将要灵狱主形成的空间封锁 给震散开来 魔力此时 才看到这道身影的面容 彻底惊住了 虚空潮汐海里的那尊大佬 古神族古地 幽冥大帝狠狠一个哆嗦 深深咽了口唾沫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古地 不过此刻的古地 比起当初他所见到的时候 要可怕太多了 当初的他 只是感受到了 古地走到了镜花路的尽头 跨入到了那一个境界 可此刻再度感知 幽冥大帝瞬间明白过来 当初的古地 绝对隐藏了实力 此人根本不是 才走到镜花路的尽头 窥探到了那个境界 而是在那个境界 静宁了许多年 达到了极其恐怖的境地 妈的 这家伙 当初在钓鱼执法 幽冥大帝 心神阵战 小子 你是如何知晓 本地能降临此地的 古地撕裂要淋浴主 释放出的深渊气息 目光落在秦晨身上 眼神深邃 冥界和宇宙海 毕竟不对付 并非所有的神地 都能轻易降临这里的 秦晨神色恭敬 微笑道 猜的 他的确是猜的 当然 也有各种判断 如果晚辈没猜错 前辈当年被镇压在天界 除了其他那些原因之外 其中必然也有 监视冥界的目的 是吗 秦晨笑着道 遗古地 现在展露出来的实力 明月女帝和明神 当年对初始宇宙做的事情 她会一点都感知不到 还有混沌星河 幽冥星河在初始宇宙 流淌了这么多年 如果一些大帝们 窥探不出来特殊 那还情有可原 可古地前辈什么人物 若是一点都没有感知 那才是古怪 可他之前在和自己 交代的时候 却什么都没说 只是说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话 现在回想起来 都是对自己的暗示 再结合很多的东西 秦晨才有了这个猜测 古地 其实可以降临冥界 他之所以不降临 只是在等一个时机而已 所幸 自己猜对的 另一边 古地听到秦晨的回答后 却是一下子愣住了 猜的 他一脸猛 旋即哈哈大笑起了起来 哈哈 好 好你个小子 不错 你猜得不错 不愧是那位的后人 我本来以为 你还要一些时日 才能做到这一切 没想到仅仅这么短时间过去 你居然就引出了 冥界这么多的暗手 达到了当初那些家伙 想要的结果 你做得不错 古地哈哈大笑着 眼光中满是赞赏 那些家伙想要的结果 秦晨心中一动 若有所思 是指明月女帝吗 还是其他人 原来这一切 他们当年都有所预料吗 好了 本地知晓 你心中有很多疑惑 不过不着急 等本地搞定了 这药灵御主之后 再来为你解答 古地似乎知晓 秦晨心中的疑惑 没有解释什么 而是转头看向了 药灵御主目露冷光 搞定本神帝 药灵御主心神警惕 同时也是恼怒不已 此人 好大的口气 不过是一尊 从未见过的 心境神帝而已 有什么底气 对自己说这话 哼 狂妄的家伙 以为自己踏上了 这条路都无敌了吗 本神帝就让你 见识见识 狂妄的下场 药灵御主怒吼出声 期待至极 远处披着头发的古地 手持黑色战刃 战刃上延伸出道道黑色流光 覆盖它全身 顿时形成了一层古朴的铠甲 动 动 动 一声声巨响不断响起 仿佛有一柄柄战锤 不断敲打着心脏 原本流动的虚空 瞬间进阶停滞 天道都静止了 两大神帝的气息 在虚空中对峙在一起 立刻撕裂层层叠叠的空间 形成可怕的空间裂缝和风暴 药灵御主 浑身绽放漆黑的深渊神光 无比的耀眼和迷蒙 它眼神冷漠 目光深处 有一个个世界和宇宙在毁灭 在无尽虚空停滞的一瞬间 轻轻道 一念便毁灭永恒宇宙 轰 无尽深渊气息 在它身上扑出 化作一头头遮天蔽日的梦眼兽 不断演化万族心中最可怕的梦眼 连同那深渊之力 直接腐蚀和污染四方虚空 砰砰砰 无数的虚空炸开 一头头的梦眼兽 进阶匍匐 面对着要灵欲主 对着它朝拜着 那种绝对的压制 另一方宇宙空间 完全凝固冻结 秦晨在古地背后摇摇看着 心中感受到了无尽的压力 如果是他面对这可怕的压制之力 恐怕他的大道肢体会 坚持不住 直接崩溃开来 这是一种凌驾在 普通大道攻击之上的手段 是神帝独有的战斗奥义 有意思 这就是深渊异族的战斗手法 古地悬浮天地 手持黑色战刃 傲然霸道 微笑开口 人族小子 给本神帝死 哄 只见那些臣服的梦眼兽 琪琪嘶吼起来 他们的身上 浮现出了无数复杂的密纹 同时放射出亿万七黑深渊光芒 汇聚成一道可怕的深渊光柱 直接冲向古地 亿万七黑梦眼兽 凝聚出可怕的深渊之光 汇聚成深渊光柱 演化灵魂冲击 瞬间降临古地身前 虚空像是静止了 寂静 天地间一片寂静 五月明帝不再嘶吼 明藏大地不再动弹 所有大地在这一刻都像是凝固了 包括自诩半只脚跨入神地境界的明藏大地也一样 在这样的一股力量之下 感受到了渺小 魔力 秦晨等人也都死死看着这一幕 看着那无尽的光芒 瞬间笼罩住了古地 开 面对这恐怖攻击 古地只是举起了手中的漆黑战刃 轻轻斩了上去